大家好,我是Hidy 剛才我在拍IG Story 這裏十一支唇膏 一邊試色一邊想 怎樣形容顏色給大家 想一想,走進房間 問問我男朋友金生的意見 你覺得這是什麼顏色? 你會怎樣形容? 究竟這個顏色和這個顏色有什麼分別? 我發現我跟她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樣 差天共地的忽發奇想 不如拍一條影片 給大家聽一下究竟她有什麼高見 怎樣形容不同的唇膏顏色 在男生心目中 究竟這個唇膏顏色和這個唇膏顏色有什麼不一樣?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想看一個輕鬆的小短片 不是廣告 純粹是娛樂一下 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有請今天的特別嘉賓出場 你今次需要一個特別的出場方法? 好啊 有什麼特別? 哈哈哈哈哈哈 我有飛身過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Hello 哈哈哈哈 好厲害的 我的顏色 我是色強的 人家是色藥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今天的玩法就是 我會在手上畫一個顏色 然後在嘴上塗 你就要形容它是什麼顏色 沒有問題 我想問你回答官方的答案 有官方的答案嗎? 我沒有啊 不然我就不用想它是什麼顏色 哈哈哈哈 還有那些很特別的顏色 那些懶艷紅啊 哈哈 等一下 加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第一個顏色 看看 桃紅色的 怎麼了? 哇,這麼開心當然猜中了 哈哈 它有些紅色在這邊 哈哈哈哈 紅色在手上 好,我看手 好啦 它有些磚頭的紅色 我會叫它 紅粉飛飛磚頭色 想不想說我那個嗎? 無所謂 我那個已經是答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就算了 哈哈哈哈 我覺得它有些 你可能什麼紅樹林 那我們就叫它紅樹林色 你剛才有一個唱 紅粉飛飛磚頭色 哈哈 好了,next 這次加了一點啡色 剛才 牙色了一點 因為加了啡色 所以我先看你的手 好嗎? 跟剛才差不多 但是再啡一點 我可以 叫它這個 啡紅色 它給我的感覺是 比較 春天一點 哈哈 是嗎? 哈哈 哈哈哈哈 它會令我想起樹木 就是這樣 好 去第三支 這支 一樣的 哈哈哈哈 這支好像 有點像第一支和第二支 混賣的 哈哈哈哈 這支是紅色的 它有一點點 它有一點點 好像 看這隻手又不動 哈哈 怎麼塗得上 是最粗的 對 這個其實看得出來 是更深色的 那你給它一個名字 我會叫它 深紅色 哈哈 哈哈 你開始沒有了 哈哈哈哈 你的紅粉飛飛都沒有了 哈哈哈哈 哈哈 我怕這名字太厲害了 再出個厲害一點 我繞不回來 哈哈 到這個 是怎樣呢? 哦這個我明白 這個 很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實剛才這個是深紅 哈哈哈哈 這個 是 再 的紅 這個這次有Bling Bling 剛才也有 哈哈 你剛才有說過 對 好像是 這個顏色 我本人來說 都挺喜歡的 它有些 紅色在裡面 哈哈哈哈 但是它是 開心的紅色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喂 我還沒乾啊 哈哈哈哈 不是要乾而已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 它不一樣 看到啊 是不是乾了 是不是乾了 哈哈哈哈 好像有一點點亮面 我不找到 是不是乾了 但是我又不想碰它 看看是乾了什麼 不如我告訴你 其實是唇膏的質地呢 有一種是牙色 霧面一點的 有一種是光澤型的 水潤一點的 哦 我這樣都發現到 我都是一個 絕世奇才 是啊 不錯 這支 跟剛才那支差不多 但是它是牙色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現在學會這樣 哈哈哈哈 這些活學活用 哈哈哈哈 我們先看看手 哈哈哈哈 明明就超不一樣的 超不一樣的 超不一樣的 我已經選了一個 是完全不一樣 超不一樣的 那有什麼不一樣的 它是牙色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會很少女 因為它有些粉紅色在裡面 它是一個少女色系 有沒有這種色系 你喜歡的 我沒有 這個會給我一些 春天的感覺 第一個就是春天 第一個就是夏天 哦 那春天有很多事物 這個是比較 喜喜洋洋的春天 它是有少女心的春天 它的顏色就是叫少女心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好,Lexy 哈哈哈哈 它是有些橙色在裡面 對吧? 一說就說中了 它又不算很靈 但是又 不是很雅色 我會說它是 中間 哈哈哈哈 你會說什麼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隻就比較 比較實色一點 剛剛那隻鼻子 就是不是剛剛那隻 塗得不好 哈哈哈哈 但是它是 令人精神的紅色 就是 如果剛剛那個是少女心的 這個是比較 怎麼說 成熟期的時候 哈哈哈哈 它令我想起一些 model 即是model會用這些色 很厲害 很厲害 很專業 但是這些 我拆了一張色 哈哈哈哈 我只是本來想跟你說 我會形容這些色為女團石 噢 一些idol 它們很容易會用的一個色 噢 不是團肉的團 哈哈哈哈 我是 哈哈 我們來到第七支了 哇,這隻很不同 這隻是 冷色系 其實你知不知道 冷色和暖色 我是不是交換了你 不是不是不是 我純粹是想 看看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感覺而已 我看到你 這隻塗得很冷 那樣 就是冷色系 哈哈哈哈 但是這個是有 秋天的感覺 你也認同了 四季都出來了 哈哈哈哈 我以為設計的時候 是用四季來做感覺 但是這些我覺得 你不是要那麼出眾 就是上班 平時每天上班 塗這些是OK的 那如果用一兩個字可以形容 或者兩三個字去形容你剛才說的一句話 你會用哪兩三個字呢? 上班用 我能引導你去日常 噢 它會是一些善於暱藏自己的一種色 就是 你會看到它在這麼多種顏色裡面 是比較低調的 它會說 一找就找到你喔 這樣 哈哈 那拼回剛才剛剛那隻 就比較高調一點 嘩 哇這枝 好冬天 哈哈哈哈 都是可以日常用的 但是 剛才那枝就 比較低調一點 這枝是 日常之中 有點 小心機 哈哈哈哈 它是 比較 再啡一點 如果跟 第三那個 大地知識來比的話 哈哈哈哈哈哈 他什麼時候 大地知識 我忘記了他的名字 那作個新名給他 都很正常 好 給他顏色的名字 就是叫小機心 哈哈哈哈 他是 比較有牙色一點 但是他有點像 怎麼說呢 肉球 哈哈哈哈 貓的肉球 哈哈哈哈 但是他的手 又沒有那麼肉球 但是他有一些 粉粉的 顏色在裡面 嗯 他又不可以叫粉紅色 因為他 又沒有少女心 那麼粉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他 是比少女心 更加成熟一點 是啊 我會叫他 但剛才肉成過的 哈哈哈哈 他第一個 已經沒有少女心 那麼小一個 是啊 哦 那有他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笑女心可以發展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哈哈哈哈 但是他又不是很成熟的 哈哈哈哈 哈哈 給他一個名字 哦 好吧 成熟笑女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能因為有些 零零的 你知道 零零的 哈哈哈哈 所以他會突出你的嘴 你的嘴會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個質地是啫喱一點的 那那個顏色呢 顏色跟剛才那隻 差不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都是略帶一點點紫色 但是我會說他 再混了一點點橙色在裡面 哈哈哈哈 有紫色啦 有橙色啦 對 那兩隻色很低調的 是的 廣東人未必看到 水潤 蜜桃 橙紅 哈哈 哈哈 色 哈哈哈哈 還有紫 紫 是 太低調了 那些紫的元素很少 我免得說出來 嗯 很粉紅 哈哈哈哈 他會是 我會說是一個 普通的紅色 加了一隻 飛天少女豬士丁下去 哈哈哈哈 赤色絲近為再見 螢望鏡盒 身體會變 他會令我 想起 紅葉 和飛天少女豬士丁 很漂亮的 是嗎 我可能加到你 才是飛天少女豬士丁 你就是因為我是豬 哈哈哈哈 啊 我還有很多枝 還有很多枝 我還有很多枝 在家裡進來等我一會兒 是 加插第十二枝 這枝是我本身有的 哇 跟之前那些完全不一樣 它是 水蜜桃色 嗯 蛤 是不是說得很好 是水潤水蜜桃 哈哈哈哈 真的不是乾了水蜜桃 那些水蜜桃 看完手呢 手呢 就 不吵啊你的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挺好拖啊 哈哈哈哈 塗了我的嘴裡 比塗在手上 嗯 因為我的樣子漂亮 都不 你喜歡這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覺得有沒有分別呢 有 我說沒有分別 那些人說我認識了 明顯 哈哈哈哈 都不是的 很多人都會覺得是紅色 紅色 哇 不是可以說些場景 我會指到哪種顏色 最適合你 啊 啊 也好啊 如果是跟你約會的時候 你最想我塗什麼顏色呢 約會嗎 約會 約會第幾次先 哈哈哈哈 這個很不同的嘛 哈哈 呃 第一次想增加一個男生的好感度 哦 我會選小機心 是哪一個 這個 小機心應該是 好 因為第一次不會喜歡你太綠妝 如果你第一次 帶我去見你的朋友 哦 見朋友就要sharp一點了 我會選這隻 這隻應該是model式 那就會全場焦點了 如果 我和一班姊妹 去cafe 吃東西 打卡 哦 打卡我覺得可以 大地式 用 這隻或者這隻都可以 高爛一點 那你拍照出來效果漂亮一點 我覺得 好啦 嗯 多謝這位先生的意見 哈哈 大家 覺得他形容成怎樣 哈哈 非常好 嗯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應該差不多了 很累啊 差不多了 你不要再拿 你一直拿 哈哈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些顏色 有些 飛天少女 朱士丁 哈哈 然後有些什麼 紅樹林 這些形容詞 我平時有些 可能是 玉桂烏龍顏色 然後 之後 哈哈 哈哈 普通市民想不到 哈哈 南番茄色 啊 楓葉色 南瓜色 這些 大家喜歡哪一個方向多些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的話 以後 讓他拍了 我不拍的了 哈哈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輕輕鬆鬆開開心心的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給個like subscribe我的頻道 每個禮拜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的下午三點 逢星期日的下午十二點 好Smooth啊 沒錯 好厲害啊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最後讓大家看多一次這十二隻顏色 你最喜歡又是哪一隻顏色 再拍一類明明明的時間